好了,住了,我們最擔心了 現在Erik也說了,專門上來就說一下住了 如果我現在,譬如這麼說 一般網友這樣 我都過了去,我又不是很多錢 可能帶著幾十萬港幣 我也打算去謀生 我們沒有辦法建議你去買樓 都是租住地方 然後找工作 在那邊,置業又困不困難呢? 你知道我們華人,喜歡置業 譬如,我就是這樣的個案 香港最多的人 可能我帶著兩個小孩,拿著一百萬港幣 人生路不熟,又不敢落寵住 小孩又沒找到工作做,老公 那就租住樓 租樓那裡我不說,我想不會太貴 很容易 好了,然後安頓到小孩回學 選對社區 這個我們明明幫助大家 選對社區 然後去找一間屋 我看到英國那天,你發給我一些照片 原來這些樓我發現了一樣東西 我真的很想背 英國那些樓很像我們香港的樓 新的那些 我覺得它像我們是哪些呢? 那些樓,我不是說後上 是像我們那些 香港可能是殖民地,可能是我們炒狗它 它是像我們 九龍塘,馬建斯合同,不是現在的豪宅 是以前那些所謂的中上階層 小康之家的樓 很像的,英國是很像的 也不是那麼大的 不是租樓就只有八千呎,六千呎 像馬拉那樣 去很多幾百呎,千多呎 英國人本身都是住這樣的屋子嗎? 英國是,英國都是住什麼牌屋啊 國立屋啊 如果住樓都是這麼小的 就算住這些樓宇 一千呎 幾百呎 小的,你倫敦那些就很小的了 就是跟香港這樣 大於你香港,他小小的 跟香港比差不多 哇,那些鬼佬那麼神高神大 英國人最害怕什麼呢 就是乾燥也挺像 最害怕是什麼呢 坐巴士 是 為甚麼呢 零敦也好一點 有巴士會摸嗎 巴士也好一點 不是會摸 哇,那些巴士等到你住 即是比較膠一點 那些巴士,第一,有些班次又疏 你錯了它,退休牌等 第二,你上車去又要買票 現在又要買票 現在不知道了,它年代 就是倫敦有一堆的 我們在郊,那些鄉鎮都要買票 去哪都不方便 一定要住近哪裏呢 否則,如果你家附近 有個大型超市,可以開車 泊了車出去 買東西就算開心了 一定要住得近市中心 香港人才慣 即是香港人要住市中心 那邊英國人駕車的率 有沒有美國或者白樓山那麼高 市中心地大 都是那個人駕車的 那車位、泊車的那些呢 車位、泊車,去大人消市 去大人露宿 也有的 健身那些都沒有問題 我們香港人應該適應到 始終我們的Layout都是跟英國的 香港人是一種適應不到的 就是為甚麼那麼多人 喜歡住倫敦和那些實態呢 都是想住市中心 可以走到最好 或者坐地鐵就行了 好了,輪到我們不說了 你說幾萬元一呎就不用說了 兩萬元,2000磅 那如果曼徹斯特的樓價又怎樣呢 曼徹斯特樓價現在平均二十多萬左右 市中心二十多萬 怎麼會這樣就很便宜呢 要怎樣才是市中心呢 我二百多萬,我馬拉 不過我一千多呎 我也二百多萬,我都要港幣 能否走到過去呢 南曼城那個所謂City Center 寫著,City Center有條線 在裡面一邊走到另一邊 最多30分鐘 這樣就很厲害了 中南走到銅鑼灣,最遠 這樣就很中心了 就等於你香港住,住灣仔 OK 是不是帶了一些照片來的 我們先看看那些照片 那些樓價是怎樣的 嘩,這些樓價都裝修了 這些是燕樓來的 我看到下面 有個廳,看出去 一看到那些英式建築物 那些人是不是合牌了 那些 這個樓價包裝修還是怎樣 不包的 是蒸裝修的 未必那麼漂亮,但有裝修的 沒有傢俬,但裝修了 這個座位很漂亮 即是包裝修 就是包裝修 但不包傢俬 就是這樣漂亮 那邊買傢俬貴,都是淘寶還是怎樣 IKEA 如果是IKEA 你租給別人的,就是IKEA 這些很便宜,其實這些很便宜 這些是便宜的傢俬,但是很漂亮 我馬拉就是這樣 它都很光猛 曼城 夏天有否熱,又是溫度 Mancaster 你不… 去夏天有沒有香港這麼熱呢,英格蘭 沒有,不會 怎麼熱都沒有這麼誇張 不會 但有時都30度 都會熱的,但不會很熱 會 即是你會… 這些就… 哇,這些都可以的 這個樓台外面怎會這樣 有個… 是 市中心 OK 大哥,走過去市中心是很棒的 哇,如果這些樓台… 是多少呎 在倫敦升溫那裡不是1000多萬港幣 是的 可能不止 哇,連我啤梨哥都消費不起 現在這麼狡猾 六七八百,八百呎 兩批一呎 不就1600萬 差不多 升溫很貴的 但它這個現樓是多少年 17年起好的 即是17年到現在3年 3年到新 因為英國有很多樓都很舊 新樓是很殺食的 還要金錢 那它是甚麼地權 永久地權還是怎樣 250年的,List Hall List Hall 即是250年後,250年後才算 9、3年 17年到現在 是 OK 好了 這個是其中… 你還有沒有其他相片 主要是這三幅 大概是這樣 如果我現在過去 跟那些小孩過去 又覺得 聽你們說 住市中心不錯 周圍看完了 萬城落腳 要租這些 就雇員沒問題 如果要買這些 當然沒問題 我想差不多是這樣的程序 但現在你說 我未過去 因為我聽你說 Return也不錯 是的 這個樓盤是4.5至5厘左右 租金 是 很好 那你七、八扣呢 需要付稅嗎 要的 假設你收入4.5厘左右 可能扣了所有東西 就變成3.5厘左右 3.2至3.2厘左右 通常現在英國買樓是怎樣的 按揭 按揭是25年 七成左右 如果你是本地人可以做七成的 中國人可能做少一點 OK 這2.5厘左右 如果我六年後 我再繼續去英國買買賣 可能我又給三成 首期 然後按25年 已經很像香港 還是香港以前學過他 不過他學過香港也差不多 都差不多 好了 其實不是按揭這件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香港發明的 影響全世界的 這件事很厲害的 因為我們香港人真的很靈活 好了 如果你說 我現在在香港還沒陷入 我想找你 我想看看英國的物業 因為我們這次不是特別做廣告 你除了萬成之外 在英國 你還有什麼物業要推介呢 即Return要高 Return 你就是說租金嗎 是啊 租金要高 其實萬成就首選了 基本上 租他容易租的 市中心 當然容易租 只要就業是堅持到的 如果他樓價是這樣 他三年多 樓價算是 如果我現在來說算便宜 扣了三年多 是啊 算便宜 你跟倫敦比 倫敦就是兩厘 收回來 可能收到一厘多 是啊 跟香港的豪宅一樣 一厘多 現在租給我那個人 也不知道我有沒有一厘 我告訴他 管理費都幾千人一個月 好了 這些房子有什麼花費 除了一個樓價之外 管理費呢 同時 Council Tax是不用付的 因為不是你住 你自己住要付Council Tax 有管理費 如果你租出去 要付他幫你租那個人費用 那些服務費 管理費是按赤計算的 通常一兩磅 然後有 也有一兩磅 一兩磅一呎 600呎 那是600磅 6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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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磅至100磅 60磅至100磅 那他有什麼管理 他有什麼facility 沒有什麼 通常這些 剛才你看到的都是公寓 是 公寓的 公寓的 公寓有大堂 升降機 保安等等 未必有什麼facility 可能有些健身 那些就是管理費 OK 都是一尺一元 每尺一兩磅 一兩磅 好繼續繼續 然後有保險 每十尺一兩磅應該 是嗎 每尺一兩磅就600磅了 是啊 每十尺 每一磅就隨便 最主要是 六七十磅 60至100磅 然後還有保險 保險一年 剛才說每年 OK 如果保險一年 就是每尺半磅至1磅 每尺一磅 幫家庭要買保險 一般租多少錢 剛才那些 如果兩房就 1200至1500磅 都可以 三房呢 三房就1500磅以上 三房比較少 市中心 是的 我租了兩房單位 在曼徹斯特的市中心 就可以租到1200至1500磅 我拿中間就1300磅 即1300元 就租兩房單位 也不是說認真很便宜 便宜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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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不算認真很便宜 如果對比幾年 十年八年前 香港都貴 OK 好了 而樓價是多少 樓價是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 最多三十多萬 最多三十多萬 我用港幣計算 我會計算得快些 一年收租就收到 六七萬 二十多萬 這樣又不止了 我不止死了 不過可能有些洗費 你們計算過了 你選擇洗費 保險 DP 或者其他人 少少落了一袋 三十多萬 這樣也很不錯 三十多萬 其實萬成是不錯的 因為萬成還有少少升值的空間 現在三十多萬當然有升值空間 這樣是否接近萬聯和萬成的球場 剛才看到的照片 很接近萬聯 可以走過去萬聯 萬九就很不錯 我看這個位置 我喜歡接近兩個大火車站 一個是倫敦的火車站 走到過去15分鐘左右 一個是10分鐘左右 就去Liverpool的火車站 這兩個都屬於Cancis 英國是否有行地鐵兼火車 兩樣都有 地鐵你看看你推甚麼城市 倫敦、Newcastle都沒有地鐵 即一到外城、外省 就是用火車的 多不多乘內陸機 他們很少 未必只要美國人 乘到飛來飛去 多數乘巴士 我當時 住在Newcastle那兩年 都試過兩三次 乘內陸機 去到倫敦 甚至去到萬成再轉機 OK 但多數人都是乘火車 乘巴士都可以 乘巴士由少乘到晚 有朋友在波紋 來Newcastle都去看歐聯 看巴塞對紐卡蘇 乘了八個小時 有些高處 即是我們叫旅遊巴人 乘一些高處過去 都很難怪 但如果乘飛機 一個小時內 那就很棒了 還要補充 如果你們住鄉郊 你也可以住居住 但住城市 即是住市中心 我都喜歡他的阿波紋 城市有沒有居住 又或者近城市的鄉郊 有沒有一些近城市的鄉郊 我們喜歡住居住 鄉郊 怎樣近城市 你都要駕車 當然要駕車 不是走的範圍 我知道 但是駕車 15分鐘 30分鐘我們可以的 可以 有的 你要考慮那些居住很舊 因為近城市的 一定很久 要不就要駕駛地 一邊就軟了 英國的樓是舊一點 你要找新樓是難的 你找新的居住就軟了 新居住就沒有 都是大部分 五十年樓零的居住 英國的居住 那些居住也有鬼 維多利亞 雷王國時的英國居住 維多利亞雷王的衣服 坐在床頭看 那些我們看到都不會害怕 他們看到都不會害怕 他們看到都害怕 因為他們以前讀書 我們看到那些是 堂倉鬼 西倉鬼 或者羊倉鬼 怎會害怕 神經病 維多利亞雷王 不是 但是 如果你說維多利亞雷王 我們會爬上去 居住 無論坐在床上是我的 不是 但是 如果我們想找新的居住 一會就沒有 一會就很遠 距離市中心 一定沒有 那些高處是便宜過火車 很多 火車貴一點 火車快一點 火車一條直路 是吧 我們英國那邊有很多粉絲 你知道嗎 我們英國那邊 英國那麼多 如果我們去到曼律賊斯特 可不可以去說廣東話呢 唐人大 他那些是國語人多還是甚麼 在英國 曼律賊斯特 都是香港人多 早就香港 不過近這十幾年 都很多大陸的人 不要說那麼多了 但是 你沒有去到澳洲 那些那麼誇張 始終和大陸 在倫敦 他喜歡去南部 最多一些 如果二百多萬買 六至八百尺 你便宜過我在大埔 買新的 我不知道甚麼 天鑽 天鑽 他扭勾我 那個好啊 星球發豪 天鑽也千鑽幾萬 我本來他打算買 在我以前舊屋後面 但我嫌不方便 其實有幾吊腳 但是明星住在那裡 你問問那些明星 我便是明星 容淑儀 容淑儀當然就住在那裡 不是啊 如果這樣說 比如網友有興趣 暫時他們沒有 signal開不了 我們以後會不會有視像介紹 但是我覺得差點 始終人和人不同 如果大家對海外物業 無論我們主要是萬成 這個物業 也不錯 例如倫敦 有很多的物業 但是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個人 你說如果住到045 我寧願住在曼徹斯特的市中心 市中中心是怎樣的 自己選擇,這些就自己選擇 就是喜歡哪一區 或者想收租 因為你講真的,好多放銀行 香港人,用回香港人 你去的地方也想找個地方住 我現在自己,我在報告誠哥 剛剛拿開公子,知道他在哪裡嗎? 他說大約三百多萬港幣入場 我問是不是很便宜? 他是不是在倫敦? 他在倫敦,在City Apple旁邊 是啊 我覺得那裡是有些投資價值的 為什麼呢?香港人喜歡跟那個什麼 只是李嘉誠的三個字都不知道值多少錢 那裡要等 等,不要啦 整個區要等很久才要 當然啦,這些是用十年、二十年 你那個,真的好像黃暴那樣 最初進去,我們都黃昂居居 其實英國除了倫敦 其實基本上其他都便宜的 但是你要找一個城市 第一,要怎樣呢? 那個城市,就是你想多華人 Malcester是很選擇的 為什麼華人通常選Malcester多於Bermintham呢? Bermintham多於印度人? 因為Bermintham那邊比較舊 雖然我很喜歡去Bermintham City Centre多於Malcester 但是因為Malcester我自己覺得太多華人 反而是 第二,就是那邊 你去Malcester,又好Bermintham 你要找工作做專門退人士 都不難 倫敦之後就是這兩個選擇 你再選擇,你再選擇Liverpool 另外又還多,工種又多 那個消費水平可以便宜倫敦一倍 沒有那麼貴 硬成也是 是的 因為你其他的鄉郊 你未必住得慣 我個人很喜歡 除非你真是跌身水去退休 你就未必住得慣,覺得悶了 晚上有沒有夜生活 最多是鄉村酒吧 跟鄉村人一起 每個星期五去喝酒 你想讀書 Malcester會是一個倫敦以外很好的選擇 尤其是投資 投資、華人、生活 有Town Centre 可以有一個三年樓齡的現樓 好像適合那些裝修 其實A問我是很適合的 你覺得如果香港人突然間有 數以十萬計的人去 我想他們除了特別有親戚朋友之外 我想香港人都會聰明 一定會到處看著看著 先去 今天